本体论 这个汉语的词语 是西学进入中国之后才出现的词 在英语中这个词是ontology 在德语中这个词是ontology 本体这个词在汉语中怎么会出现的呢 倒不是西方哲学带来的 本体论这个词是用来翻译 佛经里的体和用的关系 因为佛学思想进入中国 中国人要翻译佛经 有大量的佛经中所用的 用梵文表达的观念 在汉语中找不到现成的词来表达 这说明我们的思想本来没有这一块 那该怎么办 严肃的做法是 不能牵强附会 只能用声音来翻译 在汉词中找到这个汉词的发音 与梵文那个单词的发音相近的汉词 这叫音译 我们今天还会发现 大量的汉译的佛经中 仍然有许多词是音译的 比方说Boro 波罗蜜多 阿拉叶词 山脉等等 都是用汉词的发音来译这些范文的单词 同时我们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有些翻译成功了 比方说 言耳鼻识声 这叫前五诗 第六诗叫意识 翻译成功了 第七诗 不知道在讲什么 只能音译 译成了莫纳诗 莫纳诗尚且不明白 第八诗更不能随便翻译 也用发音来翻译成了阿拉叶诗 汉语当中出现了意识这个词 还有思维这个词也是这样 意识 思维 真理 境界 缘分 这些词都是因为翻译佛经 才出现在汉语中的 还有本体这个词也来了 中国人学习佛学 受佛学的启发 把中国的思想往上提了一层 其次也为我们后来学习西方哲学 做了准备 佛学中的哲学思想 是介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 佛学的哲学思想达到了一定的本体论的高度 关于事物的存在 佛学的思想是对空理的讨论 空乃是事物的本体 现在我们讲西方哲学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中最基础的 也是最核心的部门 本体论学说的形成 实在是让我们惊讶 能怎么会拿这么困难的问题来追问自己的 这个问题就是 存在是什么 本体论的学说 就是回答存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存在是什么 这句话严格说来很荒谬 比方说我们用英语来问 What is being 存在是什么 当你说 当你说what is的时候 is就已经把存在放进去了 然后的being就是把头臂明词化 所以这个问题 what is being 如果一声汉语 变成这样一件事情 什么存在 存在 这就是他的荒谬之处 巴尔蒙尼尼特抓住了存在这样一个思维范畴 然后把它明词化 用英语来说就是脱臂变成了鼻影 既然被明词化了 它还可以加s 变成复数 beings 翻译成汉语就是 诸存在着 巴尔蒙尼尼特 为本体论开辟了道路 这个开辟道路 实际上就是通过 巴托比 明词化来做的 巴托比变成了鼻影 关于鼻影 也就是关于存在者 之所以是存在者 若要加以研究的话 那就是本体论学说了 本体论学说是最难的学问 我们都知道数学当中 最难的是数论 你看 曾经论 费了他一辈子的精力 在哥德巴赫的猜想的证明上 只挣到了一加二 那已经很不容易 各位要知道 比数论更难的学问是 ontology 本体论 他为什么难 我们知道存在吗 你们说知道 那么我们就要问 人类怎么会知道存在 这很奇怪 因为你要知道存在的前提 就是要知道非存在 就比方说 你要知道红颜色 你非得看到 非红的颜色不可 假如天下只有一种颜色 是红色 你就不可能知道红色 红色要被你发现 前提是你要发现 非红的颜色 与此同理 存在要被你知道 也同时要求你发现 也同时要求你发现非存在 通过非存在 才把存在 比造出来 什么叫非存在 非存在就是虚无 你要同时知道虚无 你才能知道存在 这就像你要知道 非红的颜色 你才会知道红颜色 但是我们每个人明明都活着 都在存在中 我们怎么会知道 非存在的呢 人类的语言当中 居然有这样一个动词 英语说是to be 用德语说是zine 用汉语说是是 这就很奇怪了 人类本不应该 说得出这个词 比方说 我们拿鱼来做比喻 鱼在水中 它可以知道 水中所有的东西 什么是它的食物 什么是它的敌人 它可以知道 水域中的一切 它唯独不可能知道水 你要让鱼知道水 前提是要把它 从水里边捞出来 进入非水的状态之中 但是捞出来之后 还没来得及 知道非水的东西 之前它已经死了 而人在存在中 居然知道非存在 于是我们就在想 人类怎么会 说得出土壁这个动词的 说得出这个动词 表明 人类知道存在了 知道存在 就表明知道非存在 但是我们明明 在存在中 我们怎么知道非存在 对这件事 要形成一门学问 叫ontology 难不难 非常难 什么是ontology 就是一门 关于存在者的 存在规定的学问 巴姆尼德为这个学问 开辟的道路 后来的柏拉图 提出了西方历史上 第一个本体论学说 理念论 现在我们就来讲讲 这个理念论 理念论意味着 对一个存在者 进行哲学的诗变 你会发现 这个被诗变的存在者 是人类的思维 所把握到的东西 巴拉图告诉我们 现实的感性世界中的 所有的事物 他们之所以 作为这个事物 存在了 或者作为 那个事物存在了 因为他们 分有了理念 分有 分是区分的分 有就是拥有的有 分有了理念 一个事物 如果不分有理念 它就不可能 作为一个事物存在 比方说 一匹黄马 之所以是一个具体事物 它存在了 因为它分有了 马的理念 我们也可以把分有 说成是模仿 每一个事物的存在 都是对理念的模仿 当然是不完善的模仿 当我们读 柏拉图学说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奇怪 我感性的 真实的感知到了 我面前的事物 这事物怎么会是模仿呢 柏拉图告诉我们 它之所以在你面前 向你呈现为 一个存在的东西 是因为它模仿了 理念本身 这简直是一种武断 我们因此会说 柏拉图给出了一种 客观的维心主义体系 于是我们把它 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 因为我们是 唯物主义者 我们很轻松的 就把柏拉图的理念论 打发为维心主义了 这件事情 似乎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 了解下一步 西方哲学的理论 其实 我们要能够批判 柏拉图子前 先要真正的理解他 而不是给他贴一个 维心主义的标签 就打发了他 现在我们问 柏拉图学说的 真理性在哪里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会继续沿着这个问题 展开讨论